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 這個三角形ABC D是三角形ABC內部的一點 他說這一邊比這一邊大 而且這個周長是28 AD、VD、CD加起來是X 那麼他問說下列敘述何則不一定正確 我們看這個A選項 A選項他說AD加上AC 這個加這個AC 他會大贏的VD VDR加這個CD 這個對,這個一定對 那我們來證明一下 所以我現在給他做補助線 做延長線 把它交以這個E 那交以E的話我們曉得 這個RAMP一個三角形 兩邊之合一定大於第三邊 所以這個AE AE加上ABR AE加上AB 他一定會大於VD加D VD VD加上D1 VD加上D1 然後的話 這個三角形 這個加這個一定會大於VD 就是 VD加上D1 VD加上E VD加上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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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加上AC VD加到issa VD加上D1 VD加上E VD加上AP 這是VDR加上CD 所以這個是對的,一定是對的 我們看看這個V選項 V選項VDR說一定是小Cd 這個不一定 我們可以怎麼看 就是說,你這個的話,這個是可以調的 就這一點可以調 這一點的話,你VD的話,就是往這邊調 設置往這邊調的話 那個DC就越來越小,VD就越來越大 所以這不一定 這個是不一定 再來我們看看C選項 C的話,它說腳VDC 它會帶他的腳VAC VDC的話是這個腳 帶他的這個腳 這個對啦 為什麼我們現在可以做譜面線 這個腳它一定比這個比較大 因為這個腳是等於這兩個腳之和 這個腳的話呢 有一定比什麼 我看 這個腳的話,是等於這兩個腳之和 就是說現在 這個 腳VDC 它一定比這個腳大 因為這個腳 因為這個腳是等於這兩個腳加起來 大的腳DEC 這個腳的話,它是這兩個腳相加 所以這個腳一定比這個腳大 大的腳VAC 所以這個腳的 這個腳一定比這個腳大 所以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好,再來我們看看這個D選項 D選項的話 D選項的話 是說 這個14 小X小28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X就是 這三邊加起來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會小的這三個加起來 這個應該對啦 這三個加起來就是 就是28 那我們怎麼看呢 就說 這個加這個會等於 會 沒有 這個加這個 剛剛我們已經證明是等於 是大的這個加這個 就是剛剛證的 就是 ABR 加上AC 它會大的大BBC 大BBC 好,然後呢 再來 這個 不對 這個加這個會大也 這個加這個 用這個 當然它還是大也第三邊 不過我們呢 這個沒有用 這個加這個 會大也 這個加這個 剛剛我們證明了 大也多少呢 大也這個BD 好 加上多少呢 VD加上BC 啊 通常到底 這個加這個 會大也 這個加這個 AB 加上BC 會大也多少 大也那個 AD加CD AD 加上CD 加上AD 加上AD 就是兩倍的AD 有兩倍的AD 有兩倍的AC也有兩倍的VC 有兩倍的AB 加上VC 加上CA 這個大的多少呢? 這個也是兩倍啦 AD有兩倍嘛 VD兩倍嘛 CD也是兩倍 兩倍多少呢? AD加VD加CD 就是X,兩倍的X 那是28 2約掉了 X的話,它是小於28 這是對的 答案再來我們來證明說 下面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為什麼是對的? 我們就看 我們看這個三角形 這邊加這邊會大於這邊 就是DA DA加上 DBR DBR 它會大於AB 同樣道理 D DBR DBR 加上BC 它會大於BC 同樣道理 DC 加上DA 會大於AC 然後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這裡是兩倍 DA有兩倍嘛 DV兩倍提醒 這是2X 大於多少? 這只有一倍啦 ABBCA 這是28 2約分法 這14 所以它X 它一定是大X4 所以這個也是對的 大X4 這也是對的 所以呢 D選項也是對的 那它說 選不一定對的 不一定對的就是B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B